整个博案的审查里头呢 司法审判几乎重点都放在薄熙来在东北的时刻 几乎重庆的政伤关系完全没有碰击 那么事实上对于海武德相关的案件里头 他是否使用了职权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使得他的妻子杀人的事情没有办法曝光 这个也没有处理 他在重庆当地是否滥用司法的权力 整肃了很多不该整肃的事情 也通通都没有处理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薄熙来在重庆有非常好的政绩 在重庆当地的人民仍然非常怀念他 他们说搞了半天你起诉的金额不过就是2000多万 甚至说一堆大贪官 不过在起诉一个整肃一个小贪官 那么当地的人说我们一眼望去 所有都是薄书记为我们留下来的 整体而言呢 这次的起诉其实充满了很多政治的考量 那么对于整体薄熙来在重庆大多数的作为 甚至他最后动用了解放军里头的装甲车越界 到成都去抓人这种不可能容许的事情都没有追究 薄熙来在济南中院受审的这一天 重庆市民照旧在公园里合唱红歌 红色似乎已经成为这座山城的标志色了 过去五年在重庆唱同打黑 为薄熙来赢得了声望跟明星 这次检方控告他涉及的贪污跟社会案 全都是他在大连市长跟辽宁省长任内的事 金额加起来一共人民币2600万 这数额跟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6460万 兼国家能源军局长刘铁男A的1.4亿 根本是九牛一毛 跟很多重庆的人接受 很多重庆的本地人 对于薄熙来的政绩来说是非常肯定的 检方针对薄熙来十几年前 现在东北的政伤问题开刀就是没有把重庆扯进去 除了逼走王立军 但那是滥用职权罪也跟贪腐无关 因此不少重庆人看到薄熙来站在被告席上 是会掉眼泪的 Bouchilai promised to 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 that's our biggest concern I think he's a good politician I supportBouchilai Bouchilai Bouchilai WhenBouchilai and his police chief Wang Lijun were in charge there were no thugs or gangsters on the streets Bouchilai Now that they have firedBouchilai, the gangsters are back Bouchilai made big changes to the city We still hope that he can be our president one day 他说是八个点 薄熙来究竟为重庆做了什么 从GDP数字来看 2011年重庆以16.5%的增幅要居全中国第一 2012年继续实现13.6%的增长 增速全中国第二西部第一 而今年上半年虽然增幅略降至12.4% 却远高于全国7.6%的平均增速 虽然这多半仰赖公共项目的大幅支出 但善于招商引资的薄熙来 确实功不可没 重庆有条件逆势而上 这个我认为关键之点在于 重庆懂得自己该做什么 2009年经历金融海啸的冲击 重庆却在危机中吸引了40.4亿美金的外资 增幅达47.7%全中国第一 总量也居中西部第一 而他在任内为低收入者新建公租房 让他纵使深陷淋雨 在重庆的声望却丝毫不减 有网友就针对薄熙来出庭后的印象表现 在微博进行投票调查 结果显示 对博印象有所改善的占了44.6% 便差的仅有9.2% 有人说中共是以最小的代价处置薄熙来 以换取稳定的政局 史料未及的是薄熙来居然当庭大翻供 还塑造他被迫害的悲情形象 硬是给当局难堪 不过从官方媒体早已对博 为审先判的形势看来 薄熙来死不认罪 就别怪习近平从言行伺候了